好 各位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已經要到我台語的通 台語的通 差不多10分鐘 大家稍微來一下 可以撐到現在已經不得了的事情 那 我們最後兩十分鐘 十分鐘 的時間 大家來問問題 在 在我這個 speech 我可能會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我們這個主題 我的論文也是有關的 也可能各位也是會有關係 就是說 這個HIV陽性 陰性 你把那個 他的過程 我們現在的學生 要進入到學校 他都會 都要陽性 是在檢查 尤其是那個大學 HIV是要檢查的 檢查之後 你如果都陰性好 這樣好 都沒事 現在 胖手三域就是陽性 陽性 你如果說通報 按照法律規定 通報給 衛生主管機關 OK啊 本來就是我們的法律責任通報 啊 現在我問你 現在 學校要不要通報 啊 為什麼會 會有這個通報的這個事情 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稍微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很多人來質疑說 欸我通報 齁 我如果陽性的位 主要就是說 學校 知道說了 他可以 要保護其他的 學生啊 因為他如果陽性的位 會可能會團念別人啊 別人齁 會受到這個危險 這個risk 所以呢 為了這個大愛啊 你要把小愛啊 要稍微犧牲一下 啊我齁 我絕對 我絕對不會跟別人講的 我絕對不會 但是我們待會看到那個判決新聞 就知道說 絕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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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到底 我們如果說一個比較深的 法律的那個階段 就是說 一個人的這個隱私權 我們一個人 某一個人個人的隱私權 要對抗是什麼樣的權利 我們才有這個 才有這個 這個 這個 衝突嘛 他要對抗的就是說 把人齁 健康權 還是生命權 我的隱私權 對抗 你們大家的 因為我 我的隱私權 就知道了 他為什麼 他的生命權跟學校有關 因為 我們的 憲法裡面 就是說 有一個主觀公權 一個客觀公權 主觀公權理就是說 我可以要求 國家來保護 我的健康權 生命權 客觀公權理就是說 我呢 有一個 客觀上的理由就是 法律上規定要來保護到 保護 保護到 不是說我直接去 我直接去 要求我可以訴訟 要求保護我的管理 不是 是國家要制定法律 還是說有什麼規範 來 保護我的管理 這時候 學校的老師就照 學校就照出來 為什麼 因為 學校是基於保護 學校的 健康權 生命權 才有這個狀況 所以 為什麼他們會有 這樣子的衝突 就是 一個人對抗 一個人的 隱私權對抗 大家所謂的 所謂的 生命權 這個衝突 事實上 我們可以了解 那都是因為 恐怕 恐怕就是 跟生命權的對抗 生命權絕對 那現在 一個人 HIV一個人在旁邊 還是一起研習功課 打電腦 還是這樣 浪到 還是說 打球的時候 肝有這樣 就插到 那這樣就會感染嗎 有影響到你的生命權 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答案是 negative 沒有啦 所以今天我們講 快一點就是 大概分 這幾部份 第一部份 就是說 大概我們來看一下統計資料 第二部份 就去看 相關的新聞和判決 相關就好啦 因為真的 發生到這個通報的事情 有所謂的起訴 無論是民事行事 或者行政法 這個部份 在國內事務是 沒有那麼明顯的case 再來就是說 我們參考一下美國 他們對我們這個未成年 未成年不一定是學生 學生也不一定是未成年 不過呢 大致上 我們把這個概念 稍微抓一下 那為什麼 未成年 就要特別來保護 因為未成年人 所謂的思慮不周 我們都認為因為思慮不周 不過美國 各州有不同的這個看待 怎麼說思慮不周的這個看待 還是說成熟不成熟 我們就暫時先把它想成 未成年人 可能跟學校 學校的那個學生有關 那這中間還插了一個就是 學校 到底我們 是不是要 在上面 還是說 還是說 待觀察 還是位置 還是陰性 你就下樓陰性 當然沒事 你如果把他寫陽性 不再靠我們做醫生 就有事了 這是 我們現在最新的 我上禮拜 才把整個時代都做好 最新的 大概現在 2017年大概是 兩千 唉唷 抱歉 大概是兩千五左右 就是HIV的 carrier 還有 發病的愛滋 發病叫做愛滋 愛滋大概是一千五 接近一千五左右 大概有稍微穩定 因為 新增的到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稍微平衡 是這樣的關係 我們現在要看 看這個紅錢 五歲到十四歲 十四十五歲到二十四歲 這邊 我們姑且把它想成是 學生跟未成年 稍微點一下 因為 我們這個衛福部的主流 他是用年齡 他沒有把學生 分隔開來 說成年的學生 跟未成年的學生 他是南座會 我們看 大概是 大概是 接近四分之一左右 有可能是我們今天 討論的組合 四分之一 學生呢 如果是真正具有學生 姑且不量 不講他的 是成年 未成年 大概有十分之一 那我們大概有印象 就是這一群人 我們討論 有可能 會影響到 我們隱私權的權力 有可能是 兩聲 還是一聲 反正就是一層那裡 具有未成年人 而且通常是學生這樣子 可能有一聲到兩聲 好 這是 真正的case 你 拒絕就醫 雖然說 我們 拒絕就醫 你 說實在不行啦 不行啦 拒絕就經濟醫療 因素 呃 拒絕就會case 發三十萬 結果去發三十萬 怕說 起風感染 他是擔心醫師 一家醫院 說實在 大家錄一間 以前在病 摘到大家都怕死 但是呢 按照法律規定 是 你不能夠拒絕 這樣子 只有什麼樣的狀況 才能夠拒絕 一時是 按照 醫療法說不能拒絕 不過 其實那個 原意 不是說 所有的病人 都 都你不能拒絕 不是啦 他是有一些條件化的 這就不是今天的主題 啊 我們現在來看拼閣喔 拼閣的義男 齁 義男 這個case是怎樣呢 那個 我們的公租 我們的南區 台中市南區的工作 兵役課 他 好心啦 這個義男是 HIV陽性 他就好心 他媽媽 說啦 因為送 送進的時候 你沒有用 那個掛號 還是說什麼 不能讓別人知道 聽過 結果 他用一般的 結果 他媽媽聽過 說 哎呀 HIV陽性 他媽媽知道 就痛苦自己 結果 原告就是這個 這個義男 他就提告 提 這個 國制 所謂的國制 就是這個 這個國家賠償 提起國 結果算數喔 所以 你如果 兵役課的 你沒有按照 法律上規定 或者相當程度的 這個 這個 秘密的這個保護啊 你有可能就任意人 可以撕開來的話 有可能會吃官司喔 這個也是台中的啦 106年 欸 這個也是很 這是佛書啦 佛書喔 結果 他也 佛書結果 說 也是 洩漏出去 結果讓其他第三人知道 就是說 這條他裡面 他是說 到底 具有公務人員身份的 以前有可能 具有公務人員身份 是要用 業務上的 洩漏秘密 還是說 公務人員洩漏 國防以外的機密啊 結果 換議議員說 是 你具有公務人員身份 那特別法身份 你是要用 公務人員一條喔 所以 也是很難 被罰了喔 啊這個呢 這個也是我們會碰到 我們以前是學生啊 到底我們的醫學生啊 他實習 欸 到底他是學生還是醫生啊 當然我們 現在還是認為說 他是一個學生啦 必須要接受 監督指導的 結果 到底他喔 是不是要 強制篩檢 因為呢 我們知道醫生說 有可能他會去感染別人嘛 以前在 國外美國的一個Case 就是 牙科醫生啊 去感染給病人 當然是因為 基因的序列 變化的這個程度 後來才確定是 那個牙科醫師感染給病人 現在也是喔 我們的醫學生 在抽血的時候喔 欸 是什麼樣的機制 機轉也有可能 結果呢 就有人提出說 齁 所有的醫學生啊 你要來實習 全部都篩檢 按摩的後來 也認為是不行啦齁 也不能夠用知情同意 就是說 你齁 你來請說我知道 你請我同意 不行不行不行 侵犯人權 你不能說 這樣會讓人家有點連結說 你啊 要給他這樣實習的機會 訓練的機會 狀況呢 是跟他 是有條件的話 你必須要驗 HIV 這樣子的連結 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 不能用這種 知情同意 說他有同意 不行 不行 以前在93年的時候 是有說齁 有 有這個 九大類的喔 是要 強制啦齁 不過 這如果要來檢查 就是說 用比例原則來 來看看 比例原則三個情形 第一個 他的程序要合法 第二個呢 就是 最要適當性 就是說 沒有其他的方法 只要 因為這些人都是高危險群喔 只要強制篩檢 這是保護大家的方法 這個叫做適當性啦齁 必要性 第三就是說 比例原則 狭義比例原則就是 這樣會 侵犯他們人權的比例 這樣會 明顯不當嗎 這樣會才有辦法通過 現在目前為止 就是幾項 這九類的 是 要強制篩檢 不過呢 以前沒有 但是呢 當然這個裡面有個語病 醫學生喔 不是醫生啦齁 醫學生跟醫生還是不太一樣 也許他如果講說 連醫學生都不用篩檢 這樣就整個比較完整 那這一個呢 是 這個是最有名的 到目前為止 還在禪送當中 這個應該有很多人 讀很多時候 現在邀告了 廢氣更神喔 到那個台北行政法院 你那時候行政法院 是二級二審嘛 所以一審 就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這就是我們今天有關係 這個 學校知道 他是HIV carrier 結果呢 我們可想而知啊 他就什麼操心啦 攜帶什麼 什麼山西啦 還頂嘴啦 結果就是要把 反正就是要怎麼退學啦 結果 退學的時候 裡面還有一個小勘戰 就是說 他說 他這個退學 這個處分一下來的時候 衛福部 因為他有去衛福部 做一個陳情的動作 結果下來 他們有一個什麼 愛子病什麼審議小組啊 他說 你這樣違法 你這個處分啊 應該 應該要給他適當的機會喔 適當的 就學的機會 後來呢 在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因為二級 最高行政法院 因為他說 你們 這個法律人 這麼把我用這些字 他不是說 叫你要恢復就學啦 衛福部 他的公文 他的行政處分喔 那也叫做行政處分 說 你國防大學啊 你應該要給他 就學的機會啦 結果 國防大學說 欸 他明明就違法 而且呢 那個時間啊 宿院的時間已經過了啊 我沒有給他就學 是因為 時間 時間已經完成了啊 結果 後來最高法院說 待會後面看到 是不是 他是說 就學的機會 不是就學會發揮更勝 他在頭前是說 說齁 因為在 時間之內 退學處分 那個學生啊 他沒有提起 申訴 還是提起書院啊 所以就 那個時間 書院時間 成熟之後他就不行 因為 確定啦 那像說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所上喔 二十天 不 不變期間啦 天災人禍都不行 二十天 啊 准說 你如果坐過這個時間 沒有再拿出上層 這樣叫做 確定 確定就是 沒辦法再上層 一次不能二 二神啊 這樣 啊這個 書院也一樣 已經都 整個都確定了 你就不能再做同一件事情 同一件事情 再起爭執 再提起救濟 不行啦 啊 那個學生有點舒服啦 讓他這個時間 成熟 過去了 所以去國防大學抓到 他說這個啦 這是我們的最高 這是一百空六年 這是 古年而已 這個是很新的 見解 他說 他是 命 恢復 學生的 就學機會啦 結果呢 後面那個高等行政法院 說 結果 審查標的 是 裡面 就學 因為為什麼就學 就說 有啊 有啊 國防大學 我們有啦 高等行政法院 也說 有有 但是他的時間過去了 我們不是沒有給他就學 因為時間過去了 所以 沒辦法 給他 救濟的機會 說 人家 最高行政法院 法官說 不是不是 你們誤會 你們兩邊都誤會了 是有沒有 就學的 機會 機會 是這樣啦 結果 發回 這個 台北行政法院 再回去再審理 我在想結果是一樣的啦 不過 就是這樣勉強 也是要給學生一個交代 因為學生也有點疏忽了 他時間錯過了 時間成熟了 好 啊 這一件事情是 案外案衍生的 就是說 你不是退選 你還要興致 興致的 衍生的問題 常返公費 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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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他也是說 我們本來是說 退學的時候 要遭 什麼是 可以 國防到時間 直接退學 是說 判刑確定 就是說 不能再上訴 確定 入學資格不服 校內窃盜等 嚴重違規 他剛才說 他不是那個窃盜 他是帶3C 他頂嘴 他說 這樣 他是 他 他不是那個 你們退學的規定裡面 是你們強行說 他的那個 什麼 德育成績 不及格 你們這裡退選的 不過裡面 是要這樣 那個 施毛招 知青 招 大家都入圍接著說 你就是要找空 找香 要把學生 要退學 他說 這根本就不符合 比例原則 說 有那麼嚴重嗎 帶3C 跟頂嘴 有那麼嚴重到 要 退學嗎 這就是比例原則 來第三值原則 就是 他做 狹義比例原則的審定 說 沒有那麼嚴重吧 那就是我們要說這件事 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 他又 這件事 這也是102年 因為那人退學後 另外這件事就要退錢了 這件事 這 後來也回去 但是因為前面那個 他細數的那一件事情 就是 退學那些事情 都還沒有確定 所以這件事 也是要再放下去 還沒有說 到底要不要 長廣工會的事情 後來 HIV這個事情 他有很大的 後來 前年有那個 一人一姓 一人一姓的 蔡總統 再來也是一樣 有人 有一個學生 他就知道 HIV洋心 他就 不敢去學校 人家就問學校 你 他會怕 你這樣 要讓他進去 如果進去 你這樣 不公平 對待 結果 學校說 沒有沒有 他可以進來 那可以再辦休學 他說 他進來又進來 為什麼辦休學 他說 他先把病處理好 他說 HIV要怎麼樣 把病處理好 他本來就是carrier 所以也就是說 學校的老師 大家都誤解 那是一個病 哎唷 那個人倒到 那個人帶 還會團戰 現在跟他講話 團戰到了 我們是為了保護 我們是為了保護 其他 學生的健康生命權 我們要他犯罪 請他先把病處理好 說 要處理什麼病 他carrier而已 沒有啦 所以誤解 還有歧視 隱藏在我們學校裡面 這是那個 稍微偏偏一點 就是員工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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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不能講怕 說我為了要保護其他的員工 跟保護 這個基因就是 因為其他人他們有生命權 我們是要基於保護 有那麼嚴重嗎 那麼我們就來講 再來一個這個階段 就是國外 美國 因為美國他各州的規定 也比較成熟一點 比較法上我們常常拿美國來看 美國是怎麼來做 他還是說 還是一樣公益 你這個公益 跟患者的這個隱私利益 你是要怎麼平衡 什麼時候是要統帝 因為你只要一通知學校 就有可能會洩漏他的敵了 我們來看美國 幾個典型的州人是怎麼說的 就是說 在檢查的這個部分 檢查的這個部分 在性病的這個檢查 可以不用不用父母親 絕大多數的州都 我來檢查沒關係 不用父母親同意 結果才是可怕的 再來 至於說未成年感染了 那醫師可以選擇跟不選擇 通知父母親 這是父母喔 不是學校喔 當然也說的學校 可以選擇 另外呢 除非有保護的那個 必要性啊 譬如說 有可能他爛交啦 或者是不帶套啦 等等 或者蓄意傳染給別人的時候啊 我們這個時候才要通知 家人或其他人啊 有些人他有那個 給台灣也很多啦 他就是有爛交 他就故意要傳染給別人啊 像這一種的情形之下 醫師啊 就要選擇 是要通知他的家人或其他人的安全 至於說 至於說 親節也討論過 配偶要不要通知啦 配偶要不要通知 配偶要不要通知 還是說 男女朋友要不要通知啊 那現在學 學術上的這些見解 實務上的見解也是啦 就是說 因為HIV這個事情喔 他影響了另外一個人的生命權 所以呢 在這一個節骨眼上啊 因為 他跟他的男女朋友 或配偶 他是會有性生活的 所以你如果沒有通知他 他為了保護原來 病人的這個隱私 而造成別人的 生命權 那時候就是啦 跟學校的 學生跟學生的地方也沒什麼樣 那這個時候 醫師 還是要進到醫務 要來通知啦 他的配偶 但是這個部分 在國內的這個法律 法律是沒有規定的啦 我們 唯一的通報醫務 就是跟 衛生行政主管機關啦 衛生局講就好了 有時候很多人會 他也配偶要講嗎 你不講喔 他還是會有感 很容易會感染耶 他 他的這個量那麼大 病毒量那麼大 我們會陷入天人交戰 那 雖然說 我們都主張應該通知啦 但是都還是怕怕的 因為呢 法律沒有規定 基於喔 生命權大於隱私權的 這樣的考慮之下 我個人啊 還是選擇要通知啊 但是 但是 也許呢 那個病人他會 會告你也不一定 那這個不是我們傳統的 這個醫療糾紛啦 就不是傳統 好 那這樣子的話是 再來就是 某一些 這個性 當然是性病啦 到底要不要通知啊 他的 欸 任客老師 學校護士 或任客 有可能接觸到的人啊 我們這幾個裡面還是要分喔 學校的負責人 還有老師 還有護士 到底要不要來通知啊 加強 有一些州認為說啊 還是必 有一些州喔 不表示全部的 因為這個州法 大家都不一樣 還是規定醫師啊 應該要通知給學校 老師 或者是校護 那麼 比較具體像伊利諾州啊 密歇根州啊 他是要 高密 高度隱密性的 也就是可能第三人都不能知道了 譬如說用什麼樣的這個方式 請他過來 我們 只有他一個人過來 用這樣通知的方式 而不能用啊 一般的掛號性 我們在家裡面的掛號性喔 尤其是未成年 學生啊 一定會被抓去的啦 更何況成年人 也會被他沒抓去啦 我們台灣不會有這樣的 一定會被他聽過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在技巧上 可能要請他的情形來 跟他 改水 跟他講 還有後面的防範的這個情形 當然我們講的是HIV 陽性的病人 那這樣子的還有陽性 必須 伊利諾州是說喔 學校夫人當然是校長嘛 學校護士 老師啊 所以 欸 待會再看喔 每一週喔 不太一樣喔 檢測當然是陽性啦 陽性大家都沒有事 陽性都有事 那麼 他剛剛講的是為了防止合理 而且預見的風險喔 如果衛生部門的代表認為喔 欸 這裡面就是 他去掃號 掃號那個衛生局 對 我們台灣來講衛生局說 衛生行政主管 因為他是有高度風險啊 譬如說剛剛講的爛交啦 沒有戴套啦 或者他前面有這麼多 這麼多有相關的這個市政 他是有這樣子的 故意要報復的這種情形的 那麼 有可能還是要通知啊 他如果就學要通知學校 這個是密西根州啦 那 密西根州啊 是說 未成年是要通報 學校負責 而且學校的負責人 可以將 身份揭露 欸 這個密西根州喔 他還可以把他揭露耶 所以每週喔 都沒有三天喔 他可以揭露給 醫療照護 不是給所有的學生啦 公告不是 但是 校長 校長再來通知相關的 譬如說 老師啦 校護啦 由他來 來做這個 這個 資訊揭露的這個事情 阿 Oklahoma 他是 允許啊 通知 當然是檢驗所啦 通知醫師 欸 這個又不太一樣囉 家長 哎呦 家長又出現了 合法 合理監護人 學校負責人 欸 這樣看到了 每一週都不太一樣喔 有些呢 是不行 要高密 高的隱密情形 才可以通知個人 有些說 這個行政主管機關說 可以 由行政主管機關來 通知 學校的校長 也說喔 通知校長 看校長喔 要通知 會相關的人嗎 也有這樣啦 說 連那個醫生喔 我們只是勾選啦 覺得 不過送完之後 他也說 那這醫生應該是指 那個你的家庭醫師的醫師啦 但是被通知要 盡完善的保密醫護 給一個醫護在你家 你知道嗎 紐約州喔 說喔 檢測結果 先 要在衛生 衛生行政主管機關喔 他沒有說喔 這個 限制要 報告 調查 那就是說 醫生如果知道的話 不一定說 一定要跟 衛生行政主管 因為 很多 有醫務的 包括檢驗的單位 必須要報告 而不是只有醫生啦 啊 醫生如果知道 他最好 醫生不要知道啦 不過醫生有時候會擔心 說 常常在醫院裡面 尋到說 唉唷 這個人突然變瘦 還沒看 這在甘味HIV 我們心裡會怕怕的喔 我們也會怕怕喔 維吉尼亞喔 他說 面對陽性 我們都講陽性了 未成年人 他說喔 可以 可以給他的 剛剛也有講 父母啦 合法兼負人啦 還有學校 醫療照顧提供者 當然包括醫師 學校也是啦 學校也是啦 單位 所以 為他很髒的 為他這麼嚴重的 好 時間喔 加在 還要5分鐘 我說我還要5分鐘 要給大家10分鐘來討論 這個喔 我們 當然 如果說你不這樣做的話 其實他還要最後一關喔 最後一關 如果是訴訟的人喔 他會跑到 法院去 欸 法院的法官喔 他跟我們的 跟我們的學校的校長 都一樣 都很害怕啦 所以 他會先 有一個先入為主 當然我 我個人是不知道 那個 法官有沒有對 艾滋病 或者是HIV 他們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他們 也沒有看過 來上我們的 這個相關課程 沒有 所以肯定 法官啊 他的認知 一定跟一般人一樣 很害怕啦 而且是用比較 高嚴格的 高度嚴格的 限制的 就是說 欸 你要通到大家 如果沒有 我跟你說 你學校沒有揭露的話 你就是侵犯 有可能會造成 其他人生命權的威脅 喔 冠冕彈簧 其實是 他的感染的機率太小太小 正常的情形之下 不過 法官啊 會用這樣的情形 這樣的見解 來做審判 所以 有可能 一些恐龍法官 會在這兒 因為他們也沒有受過 這個相當的醫學教育 所以很多次 來 好 我們來講 後來就是說 到底 我們要不要 把 他的 這個 學生的這個 飲食的東西啊 告訴給別人 那麼我是覺得是這樣子的 法院因為當判決嘛 我們就不講法院了 是不是有一個機制啊 我 因為這篇我還在寫當中 還沒有全部成熟 是不是由醫師啊 或者是某一個客觀的這個委員會 之類的一個team 來協助學生說 他當知道這個結果 他當然一定是shock 也許他已經知道了 那但是這個 資訊要適當的揭露給 監護人 父母 或者是學校的老師 校長 或者是 這個 校護 由啊 醫師來做評估了之後 適當的跟 病患來商量 你覺得這個資訊啊 是不是要 要 告訴誰啊 等等 如果說他說都不要 那麼我們也要尊重 因為呢 在這個前提裡面 我們是要看看 第一 這個層次上面是 這個學生啊 當然是指未成年的學生 是不是有那個 足夠判斷 他自己 會帶給別人影響 還有他自己影響 或者是 當別人知道 帶給他的這個 社會 這個社會這些 關係變化的這影響 他有沒有成熟的來 判斷 來決定 那他有沒有成熟來判斷 決定這樣子 那法院當然如果說 法院的法官 有成熟到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讓法院來幫忙 但是在這個之前喔 可能醫師是裡面 最 最恰當幫助啊 這些未成年的 學生 就是HIV carrier 最好的方式 而不是說啊 在法律上 硬要 不一定說 你就是通知誰 我不通知誰 有人問我說啦 你這個 重點是要放在學校的這個老師 校長 還是放在說啊 是這個成熟 成熟這部分啊 我個人在這個初步的研究裡面 兩個先要解決 病患的成熟度的問題 他是不是有這個能力來判斷 這HIV是什麼啊 我感染之後怎麼辦 我會不會傳染給別人 什麼會傳染什麼不會傳染 我如果讓別人知道的話 我對我的影響 我自己承受得了嗎 這樣子的決定 有醫師跟病患 我們一起來討論 那最後有醫師呢 來做個判斷 那當然這個醫師 也有可能在技術上 我們不要單獨的這個醫師啦 可能也許要double check 或者是有一個 一個工作的一個小組啊 來決議 來幫忙 我們最重要是幫忙 這一個學生 這是我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才來解決啊 學校說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就是要保護其他人 基於保護其他人的生命權 健康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第二個層次才要解決 這個不是前面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就是 好 我們法律或規定來 規定說 什麼樣的情形 要通知學校校戶校長 什麼樣的情形不要 他有一個流程啊 那位學校也比較好辦 我們這個醫生也比較好辦啊 等等 但是他這個在整個 整個在思考的這個程序上 你頭前一個要先思考之後 才會討論到流程的這個問題啊 那麼裡面的結論還是說 跟醫師啊 說真的 不過這個健保不曉得幾副啊 要試著跟未成年解釋 這些難懂的醫學概念啊 讓他們領略知道 感染力還有 這個對他的社會活動啊 的影響 等等 我們當然是盡其所能 我個人是建議不止只有醫生啦 還有其他的social workers 再 不要有太多壓力的情形 但是這個都很難 很難 當然我們寫文章就是 讓他輕鬆做合理清楚的判斷 那麼我們現在 倒是有個實際的問題啊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有很多州啊 49個州都說 不用不用你來檢查啊 都不用父母親 未成年的啊 都不用 但是我們齁 後面的問題 他才陽性的時候要解決 但是現在我們這個匿名啊 匿名機制 我們不太清楚他的個人的資料 不太清楚他的年紀啊 那我們當然知道陽性的時候 那怎麼辦啊 因為呢 剛剛講的他的未成年的時候 是一個clear cut 未成年的時候他就走這邊啊 走這邊走這邊 成年的時候我們相信 他有夠大的這個成熟度 來決定自己的醫療的這個取向 或者是能夠承擔 他如果決定要釋出這個訊息的時候 他可以承擔得住 而不是做一個不成熟的這個決定啊 但是我們現在是匿名 當然原來這是匿名 是要鼓勵他多篩檢 把這些原來在裡面 但是還是會影響到剛剛我們這個結論喔 這個我們基於尊重未成年 這個病患啊 他的自主權 我們試著看看他在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不是有成熟度 來了解做判斷 包括他以後的這個 這個社會的這個互動的這個變化 等等 那我個人我會在這裡面再寫清楚 把這個匿名機制啊 法律規定再查清楚 然後在 也許在一兩個月要投稿的時候 在就這個部分提出我個人的意見 那基本上 我覺得這個是有討論的空間 那麼這個答案在這裡齁 這個是第三類傳染病 一分鐘就好了 這個以上皆次啊 為什麼要保護第三人齁 緊急避難就是說 怕說齁 你竟然有傳染病人 所以我要限制你的 活動啊 譬如說一隻狗 來咬我 我就拿著 他說 我在這裡在賣票 你拿著我 什麼時候沒辦法去買到票 我 緊急避難 這隻狗撲向我了 我要緊急避難 我因為這樣子的傷害 生命權的傷害 你的買票這種商業的活動啊 大於傷害傷活動 所以我的緊急避難有理啊 是這樣的 他的法律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最後當然就是我們 focus的都在 隱私權的這個部分 怎麼樣去保護 未成年人 那中間牽扯到 學校的 那我還是回到初中啊 還是要基於尊重 未成年人他們的自主權 在這個自主權啊 裡面還有一個小小勘戰 就是有醫師 比較懂 HIV這樣子的人 也許再加上 social workers 等等 再加上也許 Psyche的醫生 一起來幫助這個病患 他是不是有足夠的自主能力啊 如果沒有的話 那麼他可能要走另外一條路了 可能就 因為他是不成熟嘛 就必須要有他的監護人 或者學校的這個負責人 或者是在家的這個父母 來幫他做決定 那今天的speech啊 那今天的speech啊 大概很簡單的 是跟各位報告到這裡